第五千一百七十集 持飞穴向夜晨指明 那是一个很平凡的不一青年 至少夜晨一眼看过去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只以为是普通的散修 这是极灭宫的杀手 夜晨暗暗吃惊 即便持飞穴已经指明 在对方没有出手的情况下 光凭表面 他还是看不透对方的气息 是 居然是极灭宝 排明第九的魁山 他来这里干什么 说不定是想杀你的 持飞穴戒备了起来 他奉命保护夜晨 自然不能看到夜晨出事 夜晨脸色一沉道 可能是魂珠出事 极灭宫也想夺取吧 顿了顿又问 极灭宝又是什么呢 持飞穴道 是我极灭宫里的杀手排名榜单 这个魁山排在第九 我排在第七 最神秘的是前三名 连我和魔行天这两个副公主 都无法调动 唯有老祖能够调起 持飞穴说起了极灭宫的一些隐秘 夜晨心中暗暗点头 他肯主动跟她说 看来是把她当自己人了 你们老祖就是公主吗 夜晨又问 他对那极灭宫也是颇为好奇 想了解更清楚一点 持飞穴摇摇头道 不是 老祖隐藏在背后 几乎从来不出手 公主不是她 公主的位置一直空缺 以前 我和另一个叫魔行天的副公主 拼死争夺 老祖说过 谁能找到天君封神碑 谁就可以担任公主 继承她的修为一波 我委托小姐调查 天君封神碑的下落 的确也查到了 可惜 夜晨接口道 可惜你被多保天君抓住了 就算知道了天君封神碑的下落 也无法去寻找 持飞穴道 是 但我看小姐如今的意思 似乎放弃了争夺公主的位置 要将天君封神碑送给你 夜晨笑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多谢你们小姐了 天君封神碑 她也很想要 如果第二妖姬愿意相送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只是第二妖姬说过 想要知道天君封神碑的下落 除非她能拿到 太上功德战的投名 这可不是意识 持飞穴道 先别说这么多了 你尽量避开那个魁山 不要被她发现 夜晨看向那不一青年 心中一脸 默默点头 那不一青年 似乎没有发现夜晨 在与周边人交谈着 商量剿灭凶兽 夺取士魂珠的计策 夜晨的轮回气息 早已经收敛 所以并没有人发现她 当下夜晨不懂声色 悄悄离开了人群 向着士魂珠的气象之地飞去 极灭宫居然也想抢夺士魂珠 他必须赶在极灭宫之前 将士魂珠夺取到手 否则必有天大的麻烦 在夜晨走后 那个不一青年 却是露出了深沉的目光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而后也迅速离开了 夜晨一路前行 向着士魂珠的气象之地飞去 沿途之上 到处可见一头头 荒谷巨兽惊天猛禽 这些猛禽巨兽 战斗力极其凶悍 而且数量众多 一拥而上 那是相当可怕 甚至有些异种 可以借用无无时空的能量 那更是恐怖到极致 就算是无量镜后期的强者 面对这些洪荒异种的袭击 都有陨落的危险 这里号称是天外天 最为危险的地方 自然不是浪得虚名 诸天万界 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被人类霸占 唯有这个荒兽世界 是天生的猛兽巢穴 在人类还没有诞生的时候 这里的猛兽已经是横行天地 夜晨飞行之际 骤然一头地狱灰龙 从地上扑杀而起 龙爪猛向夜晨抓去 要将它碎尸万段 好家伙 夜晨吃了一惊 这种地狱灰龙是霸主级的凶兽 他以前在地狱界里也见过 那是相当强悍的存在 甚至在轮回前几世 还有一世是陨落在地狱灰龙的手中 夜晨没有想到 在这片荒兽世界 也有地狱灰龙的存在 钢铁龙爪给我破 夜晨反应迅速 手掌一挥 召唤血龙的力量 与铁王座的力量 他的手掌顿时化作了 一只巨大冷峻的钢铁龙爪 闪耀着漆黑的金属光泽 狠狠一爪子 与那地狱灰龙硬碰硬 地狱灰龙的骨骼 顿时被夜晨一爪子捏碎了 发出背后 夜晨趁此机会 钢铁法则侵蚀过去 只一瞬间 就把那头地狱灰龙 铁化成了一具雕像 从空中坠落下去 夜晨低头一看 看到那地狱灰龙的钢铁雕像 在地上摔成了粉碎 略微松了一口气 以他如今的实力 就算是灰龙 这般强大的凶兽 也伤害不到他了 但在这片荒兽世界 比地狱灰龙强大的存在 遍地都是 夜晨不敢有丝毫大意 只怕阴沟里翻了船 一路小心翼翼地收敛气息前行 如果碰到凶兽袭击 能避则避 实在无法躲避 再出手战斗 如此足足到了傍晚时分 夜晨才来到 嗜魂珠气象发出的地方 这是一片幽深的峡谷 夕阳西沉 周围笼罩着一层 危险肃杀的气息 除了夜晨之外 只有熙熙落落的几道人影 显然 夜晨和那几道人影 是第一批赶到的人 普通的修士 还无法突破巨兽与猛禽的阻碍 周围那几道人影相隔极远 有的依靠在树下 有的站在瀑布之上 有人消浮在云层间 个人互相戒备警惕 目光都有意无意地望向峡谷中央 峡谷中央一条巨大的裂缝 喷拨出浓烈的黑色烟气 宛如狼烟一般 直冲上天 搅动气流 轰隆隆响动着 或为壮观 那是弑魂珠散发出的气息 弑魂珠就在那峡谷裂缝之下 夜晨目光冷冽 并没有贸然去夺取 因为周围的几道身影 都在盯着 他们都是击灭宫的杀手 我们似乎中计了 直飞雪依然隐匿在夜晨的影子下 传来冰冷的话语 什么 夜晨顿时毛骨悚然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周围那几道身影 气息阴沉神秘 显然都是一流的强者 个个都有无量镜以上的修为 难道说 他们都是击灭宫的杀手 所谓的弑魂珠只是陷阱与布局吗 这些人早就在等候自己了 夜晨顿时警戒了起来 退后两步背脊紧紧贴着一株大树 那几道身影还是淡漠的模样 没有表露出丝毫异样 他们共有六人似乎在等待这些什么 然后一个不一青年 遇风飞到峡谷树林之中 这个不一青年正是池飞穴口中所说的 极灭榜排名第九的魁山 当魁山到来 那六人不着痕迹地挪动了一下位置 夜晨敏锐地感觉到 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魁山看到夜晨的表情 脸色也是不禁 微微一沉 出于杀手敏锐的直觉 他可以肯定自己已经暴露了 池飞穴的罪女在哪里 既然已经暴露 魁山没有在掩饰什么 直接了当询问起来 声音阴冷地像千年寒冰 刚刚的他 还是一个外表普通的不一青年 但这一刻 他的眼神 他的气息 他的灵魂 都如同是一把尖刀 要斩灭一切枷锁与敌人 感受到魁山那冰冷的气息 夜晨也是凝重起来 这家伙 是极灭榜排名第九的杀手 绝对不好对付 何况周围还有好几个杀手 都不是善语之辈 池姑娘 出来吧 夜晨暗中传出神念 呼唤池飞穴 眼前的敌人显然棘手 他需要池飞穴的帮助 不 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池飞穴依然隐匿在夜晨的阴影里 夜母渐渐降临 她气息隐藏更深 就算是近在咫尺的魁山等人 都没有发现她的存在 不说吗 光靠你一个人 难道还想对抗我 魁山冷笑 见夜晨没有说话 立即踏步向夜晨冲杀过去 周围那几个杀手 也是极有默契 如鬼魅般袭杀而来 魁山手中出现了一把剑柄 那是一把纯黑的剑柄 宛如黑药石铸造 上面有着一丝丝的裂痕 森严鬼魅的魔气 从其中散发而出 黑暗与死亡的味道 不断弥漫 令人窒息 夜晨看到那柄剑 目光立即就被吸引过去了 那是漆黑到极致 仿佛汇聚了千万年的 墨汁般的漆黑 它甚至嗅到了 天魔星海的气息 魔行天的伟大神物 漆黑之星 怎么会在魁山手里 难道魔行天 居然将这伟大神物 借给了它 池飞雪也看到了那柄剑 不由地惊呼起来 什么伟大神物 夜晨下意识地问道 但这个时候 魁山已经杀到了 那黑药石般的剑柄上 鬼魅魔气汇聚 化作了三尺长的剑身 魔气凝炼得宛如固体一般 剑人祸开空气 斩向夜晨的脖子 夜晨直接浑身冷嗖嗖地 急忙侧身躲避 魁山的漆黑的剑风 从他身侧略阔 只差一点点 就要伤到他了 可谓凶险万分 小心 不要被漆黑之星伤到 否则灵魂都可能 坠入天魔星海 池飞雪严厉警告 这把剑叫漆黑之星 夜晨左右腾挪 躲避魁山的袭杀 一边向池飞雪问 是的 这是魔行天的伟大神物 想不到 他居然借给了魁山 看来为了杀你 真是下雪本了 池飞雪道 伟大的神物到底是什么 夜晨问 这漆黑之星 上面有天魔星海的气息 他很想知道具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